字幕志愿者 秀 Luciana 樣文學 國文起手事 我是胡燕南 這一世我們要談的事 古典小說的起源 好了我們談古典小說的起源 我和同學們做個約定 談起源有時候太死板 我们不妨把这个观念扩大一点 我们把那些可能对古典小说的生产 带来养分的东西算进来好不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谈古典小说起源的同时 把那些它可能的养分来源 我们一起把它拿进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谈得比较自在 也比较丰富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了 但是在开始之前 我也跟同学们 来一起想一个问题 我们在谈这些起源 谈这些定义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范围上的 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界定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谈古典小说的起源 谈古典小说的养分来源 我们到底要限定在文字产品 还是说在文字诞生之前的那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算在里面呢 同学们要想清楚 有人问你起源问题的时候 问你定义问题的时候 你要先把一些该界定的东西界定清楚 否则讨论的双方 在界定不一致的情况底下 可能答案就不一样 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课题 古典小说的起源 古典小说的养分来源 我们放大一点好吗 我们把文字诞生以前的那一大段 我们都算进来好吗 好 如果你也同意 那我们就来说了 如果把范围放大 我们把文字诞生以前的东西 拿进来谈的话 那么古典小说的起源 古典小说的最早的养分来源 应该是什么 那些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 就在我们老祖宗口中耳朵里面 口耳相传的神话 它应该是古典小说的起源 或者说最早的养分来源 那你一定会问 神话怎么出来的 当然你如果有信仰的话 神话怎么出来的 因为有神 所以才有话 才有神话 才有神的故事 你一定会这样讲 你这样讲我也不反对 因为你有信仰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科学的 用一个比较学术的讲法 我们不要说神创造了人 我们撇开这个比较宗教性的讲法的话 那么神是由人给创造出来的 神话也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这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先暂时放掉你的信仰 暂时放掉你过去的理解 也就是神创造了人 这个概念我们先放掉 我们回到一个比较科学的 一个比较学术的讲法 就是人创造了神 当然人就创造了神话 我们先回到这个概念下来讨论好吗 好 你接受我的说法了 那接下来你就会问 我们就要来谈 人为什么创造了神 人又为什么创造了神的故事 创造了神话呢 很简单 我们的先民 我们的老祖宗 当年在面对自然生活 在面对社会生活的时候 他们因为无知 因为误解 甚至更多的是因为害怕 他无法解释 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 于是乎就把一切他不理解的 一切他害怕的现象 都编造出一个神明来解释他 例如说 为什么会打雷 为什么会闪电 不知道 好吧 那我们就假设 那个闪电 那个雷声的来源的天上 有这样那样的神 这一切是他们搞出来的 同学懂我意思吗 好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同学们 一个 两个 三个 由一 变十 变一百 变很多很多的时候 也就是说 自己创造出来的神 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明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怎么区隔啊 你怎么分得清楚谁是谁啊 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赋予他个性 这一个神明和那一个神明的区隔 必须透过他们个性上的差异 才有效 那同学们 你要凸显一个人 或者凸显一个神明 他的个性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给他故事 你给他一个故事 一听 我就清楚了 我一想到这个人 我就想到那个故事 他的形象就鲜明了 所以同学们 记得这个逻辑 我简单地讲 人 创造了神 神明一旦多了之后 我们就要赋予他个性 来互为区隔 那赋予个性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给他故事 给他故事 所以说各位 神的故事 也就是神话 就是这样子创造出来的 这跟我们今天谈的 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 为什么 神的故事 神话 都需要透过口耳相传 从脑袋里的构思 心理的发展 到透过嘴巴讲出来 这都是一个叙事力的培养 我自己认为 在脑海中构思 那个情节 那个人物 那是一种叙事力 把它说出来 又是一种叙事力 同样道理 我听别人讲一个故事 然后我又把它讲给 另一个人听 我也在培养我的叙事力 我也在满足我 对讲故事的兴趣 所以说 叙事力 叙事能力 不是只有用文字写 那个才叫叙事力 当然你可以说 那是狭义的叙事力 但是我们用广义来讲 我自己觉得 在脑海中构思故事 那也是一种叙事 然后用嘴巴把它讲出来 甚至讲得生动活泼 有感染力 那也是一个叙事力 那自然毫无疑问的 你用文字把它给书写下来 那更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讨论的 各位在学校里面 所学所训练的一个叙事力 书写力 好 所以我们现在清楚了 为什么神话 可以成为我们古典小说的起源 同时是我们的一个 古典小说的养分来源 因为整个民族的叙事能力 乃至于说整个地球上 人类的叙事能力 都是在编造跟讲述神的故事 也就是在编造 在讲述神话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慢慢培养起来的 所以这样各位就清楚了 好 那么文字出现了吧 对不对 文字出现之后 世界上每一个文明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 过去口耳相传的这些神话 改成什么呢 用文字书写 用文字记录下来 用文字书写 用文字记录下来 那这样子的记录 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透过正史 透过正规的历史书写 把神话写下来 这是最早的 由史官所做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由一个民间 比较非官方的系统 把这些神话给记录下来 我们把它称为意识 所以说各位 我们现在在谈 小说的起源 在谈小说最早的养分来源 我们刚才说的是 在文字以前的那些 口耳相传的神话 是我们小说最早的起源 最早养分来源 但是我们把范团 但是我们把范围缩小到文字影响力的话 那么在文字产生之后 那些分别透过正史 以及透过意识 把神话给记录下来的这些历史著作 它们就是小说的起源 就是小说最早的养分来源 但是这里面又有差别 在正史来讲 在正史来讲 我们的正史并没有把神话保存得很好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神话历史化的问题 什么叫神话历史化 我们简单地说 就是早期在文字产生初期的 例如说像周朝的史观 周朝史观在面对 各式各样荒诞不惊的神话 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神话 他心里要想 天啊 我要把这个给写下来吗 他已经超出我理智范围了 我要把它给写下来吗 所以当时的史观有挣扎 他觉得太多荒诞不惊的东西了 他不敢写 所以他会怎么做 他会把那些特别起立 特别幻想 特别荒诞的东西 他把它删掉了 要不呢 就把它改写成合情合理的 人间英雄的故事 同学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所谓的神话历史话 这个工程不只是周朝史家这样做 连孔子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把古代远古的各式各样荒诞不惊的 充满起立幻想的 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这些神话 都把它修饰成合情合理 合乎逻辑 合乎常理 可以被大家所接受 而且这些神话人物 常常最后变成是远古的英雄 所以说各位 早期的证实里面 所记录下来的神话 往往已经失去了那些幻想 往往失去幻想 各位看司马迁写史记 他也提到这一点 他说那么多 规律的 浪漫的 奇幻的那些情节 实在是对我们这些读书人来讲 实在是难以去传播它 去相信它 所以说各位 在早期证实里面 对于神话的记录 是经过删减的 是把它给合理化了 尤其是他最幻想的那一面 是整个抽掉了 但是无访 怎么说无访呢 因为各位 证实里头 他就算把这些幻想的成分 把这些荒诞不经的成分 把这些起立的 浪漫的这些元素给拿掉了 但他还是要写人物 但他还是要交代情节 所以说 各位 我们在前一个单元里面提到过 人物 环境 情节 这是小说的三大要素 大致上来讲 在早期的证实里面 他已经基本构成这三个要素 尤其是最重要的人物和情节两项 人物和情节两项 好了 同学们 我们现在谈的是 文字出现之后 我们要把神话 要把口耳相传的神话 用文字给记录下来 但把文字给 用文字给记录下来 有两种 一个是正史 虽然我们刚刚说 正史的这些史官们 受到神话历史化的影响 正史里头的神话 少掉了起立的 浪漫的 幻想的 荒诞的这些色彩和元素 但是他基本具备了 人物情节 人物和情节 所以他依旧是在怎么样 依旧在发展我们的叙事力 依旧在满足我们 对叙事的一个渴望 但另外一层是什么 是我们刚刚说的意识 各位 神话一方面被史官 放到正史里头 但是神话被放到正史 被删删剪剪的过程当中 他继续在民间流传 继续在民间传播 继续在民间口耳相传 所以他一面进入正史 被乱修一通 但他继续活活泼泼的 在民间流传 所以到了战国的时候 到了战国以后 陆续有人把这些神话 可能还更精彩 更复杂 更生动 更丰富 在民间继续发展 流传的神话 给记录下来 最著名的是什么 山海经 穆天子传 他们何其荒诞 何其幻想 何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正因为他们把那些史书所删掉的荒诞的部分 起立幻想的部分 保存下来了 甚至什么 甚至变本加厉了 所以这一些意识 特别的有感染力 特别有感染力 像穆天子传 山海经 整个影响了汉魏南北朝的这些读者 特别是文人 有无数的人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 有无数的人 受到山海经 受到穆天子传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 同学们 谈到古典小说的起源 谈到古典小说的养分来源 如果限定在文字产品的话 我要说那是史书 包括证实 那些拿掉了浪漫色彩 拿掉了起立幻想的证实 以及保存了大量起立幻想 保留了大量浪漫主义元素的那些意识 它们是古典小说的最早的起源 或者说是最早养分来源 但是各位别忘了 史部之外 先情还有非常多的子部著作 先情还有很多子部著作 各位从国中到高中 已经读了不少预言故事 对不对 我们在孟子 在庄子 乃至于更多的像韩非子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预言 在里头 各位 这是怎么来的 先情时期的这些学者 先情时期的这些政治家 这些思想家 他们要传播他们的理念 但觉得我光传播理念 你怕你听不懂 所以我把我的理念 用一个故事来承载 这就是我们在先情的子部著作里面 你就可以发现 无论是哲学著作 还是政治学著作 常常都会有 许多的预言 许多的预言 来配合他们 各位 预言有人物了 预言有故事了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预言 先情预言 虽然是这些子部著作 是子部的哲学著作 政治学著作的一个辅助 但是他依然有人物和情节 这两个要素 所以说我们谈到 古典小说的起源 谈到古典小说的养分来源 除了史书 另外也请留意 子部著作 好吗 今天我们的这个单元 就到这个地方 下一个单元 下一试 我们要和同学们介绍 志怪和传奇 我们后会有期咯